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历史上真正存在的汉代第一大侠 他的威名连汉武帝都畏惧三分 您想知道他是谁吗 那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吧 本门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如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韩非子在五度中说 如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进 从上依法统治的韩非子对侠非常痛恨 认为他们是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统治者们也对侠没有好感 认为这些所谓的侠客就是不安定分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侠是个一正一邪的角色 总是让人敬而远之 舍命赐秦王的荆轲可称为侠 为报恩不惜毁容的孽政可称为侠 侠 横行乡里却又杀娇舍苦的周处 也可称为侠 汉武帝时期就曾经出现过一位侠 之所以我们能够提到他 就是因为这个人既不是官府要员 又不是巨富商家 而他却被太史公详细地记录在了史记中 并且还成为了游侠列传章节中最闪光的人物 此人名叫郭姐 是金河南纪元县人 此地民风彪悍 好勇都狠 著名的刺客孽政 跟他也是老乡 郭姐身材还小 从不喝酒赌博 对朋友颇奖义气 平时虽好勇都狠 却在他人遇难时轻盲相赠 甚至为了替朋友报仇 不惜再闹事砍死仇家 郭姐在当地的名气 甚至让地方官都畏惧三分 百姓们有什么冤屈和诉讼 都不会去府衙找县官 而是来到郭姐面前让妻调停 无论郭姐怎么断案 原告被告双方也都无怨言 郭姐因是被官府下令迁居别处 卫星在汉武帝面前为其辩护 这时的汉武帝也对其钦佩三分 一个相议 平民居然能让朝廷的将军为其辩护 硕实是不简单 几年之后 郭姐就被仇人诬告到了汉武帝那里 汉武帝亲自下令 将其缉拿至大牢 并为其罗之罪名 可算来算去 郭姐的这些罪名都是在天下大赦之前犯下的 按理说已经是无罪之身 弄得连汉武帝都无可奈何 可是郭姐还没等被放出来 他的一个门户就在外面杀了人 这笔杖就被算到郭姐的头上 他也被官府处以急刑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 对郭姐的态度很明确 既没有对他所做的坏事进行遮掩 也没有对其进行过丑话 这位一正一邪的人 让太史公都对其有不尽的惋惜与哀叹 在历史上 有一个人与郭姐的经历很相似 这个人就是周楚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个成语 叫做周楚自信 意思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西晋时期 一清郡的周楚横行乡里为祸一方 可是他杀龙土虎后 远赴边关参军 最后成 为了平西将军轻始流明 周楚与郭姐两个人都是草根出身 善恶分明 广交朋友的性格也近乎相同 可他们的结局却完全不同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乱世揭出英雄辈 圣使英雄入荒中 究其原因 或解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那就是他生不逢时 西晋时 国家可谓是强敌环似 内有动乱 外有侵扰 周楚可以在战场中博取功名 成就了那个时代属于自己的荣光 再看汉武帝时期 匈奴宾服 狼烟止歇 大汉王朝国力鼎盛 歌舞升平 郭姐甚至已经成为了威胁皇权的恶势力 因此 汉武帝将这个游离在机构体制外的毒瘤拔掉 也是理所当然的 读到此处 可能不少读者都在为郭姐的经历感到惋惜 不过话说回来 郭姐的另类结局 也应该是她轻使刘明最好的方式了吧 文栏海润工作室 主编文秀才 本文撰写 特约历史撰稿人 常山赵子重返 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